有花生食有花生食啊 八甲黨副主席李永達 一前悲劇撇低老婆著草在英國 該黨中委蘇日恆其後在Facebook發文稱 叫人沖自己沖 似乎表達不滿 不過內控事件再有新發展 因為參與涉為國安法的泛民初選 而正還押的尹兆堅 昨天有人在Facebook發帖 說什麼什麼 不知道李永達面對什麼狀況或威脅 但就不點名開火鬧爆該名黨友是乾弟 我當你兄弟你當我乾弟 這樣也未止 尹兆堅越鬧越激 大爆這位黨友是機會主義者 非但半年沒為黨分憂 還結黨結派作沉船拖後腳 還說不開名和爆粗已經很克制 還hashtag黨到底有幾個副主席 似乎暗有所指 火頭可能越燒越多 在民主黨架構表 有兩個副主席 另一位就是觀塘區議員的梁逆亭 你的房啊 啦啦啦 其實人家都是講事實 尹兆堅這麼大反應 不知道是否因為尹兆堅 之前有份請李永達出生 打算穩住八甲黨的軍心 怎知轉過頭 李永達就急急走路 搞到尹兆堅好沒面 所以才出來互斷呢 你給我少少名哦 你給我少少名哦 你給我少少名哦